接下来为各位介绍 Shape形状工具 各位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在前面介绍的是 Geometry几何物件 像我们画方块 或者是画Sphere 球体 它都是一个立体的物件 那我们在制作一些模型的时候 不能只用这里的 基本的几何物件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切换到Shape形状 首先我们像在这个地方看Line 这个Line是画聚合线 我在这个地方点选 就可以画出线条 如果你是使用点选的方式 它画的是直线 现在我在滑鼠游标 将滑鼠游标移到起点的地方点一下 3DSMess会去询问我是不是要把这个聚合线 封闭起来我们按4的话 它就是一个封闭的曲线 如果说我们在点选的时候 用拖曳的方式 我画出来的这条线就会是一条弧线 点选的时候拖曳 点选拖曳 就可以画出弧线来 如果说你要不这样封闭起来的话 你可以按右键 按右键的话就停止绘制了 这是绘制弧线的方法 那么请各位注意 我在这边使用各种Shape工具所画出来的图形 在我们Render的时候 其实它是不会出现的 像我在这边选择第二个Rectangle 这个是画矩形 老师这边再画一个矩形出来 刚才我们画的这个方块跟球体 我们看一下Render出来的结果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点选Render Production 在这边你可以看到有方块有球体 可是我刚才画的Shape 那些线条其实是不会出现的 除非你可以把它的Render选项打开 不过一般来讲 我们这边的线 如果希望它能够呈现出来 通常是搭配修改器 例如说可能做一处的几处 或者是用Lace悬绕来做出一些实体 如果说你希望这边的线 能够真的被看到的话 我们这边做一下说明 我先点选刚才绘制好的线 接着切换到Modify面板 好 然后你可以看到在这边 会有一个Rendering卷展栏 那我们在这边点选把它展开 好 这个减就是折叠 加就是展开 所以如果说你要看到Rendering底下的设定项目 就是按一下加 那如果说你现在展开之后 要把它折叠起来的话 就按一下减 好 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一个 在着色器上面启动 我们在这个地方把Enable in Renderer勾选起来 好勾选起来之后的我们再重新再按一下Render production看一下 你看这条线就可以被看到了 好这个 OK 但如果说你在试图上也希望能看到立体的效果的话 你可以再勾选这个Enable in Viewport 好在试图上启用 点一下 这样就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实体的效果 不过这个功能是在最近这几个版本的3DMass才有 所以如果说你用的是比较早期的3DMass的话 不一定会有这个功能 好 那么如果说你在这个地方呢 你还可以决定 它的外观 它的抖面是一个矩形还是一个圆形 好那如果是圆形的话你还可以在这个地方去设定它的半径 好还有它的边数 这个Side是它的边数 好所以如果说你希望它的边数少一点的话 你可以输入一个小的数值 你如果希望它比较圆滑一点的话 你可以输入一个比较大的数值 好当然这个也会影响到Render所需要的时间 好Rectangle 你可以调整它的长度 可以调整它的宽度 好OK 不过一般我们比较不用这样的方法 好我们一般大部分都是 像如果说我要做这种效果的话 我可能会用Loft的方式来建立模型 好那个部分呢 我们稍后再跟各位讨论 好继续再回到刚才的形状工具 好我先把这边的画的图形呢 先删除 Ctrl加A全选 再按键盘Delete删除 好切回来 我们再继续看 Rectangle 矩形 我们这边的用滑鼠拖曳来建立一个矩形 但是因为刚才我已经把这两个选项打勾了 那它会记住我前面的设定 像我这边呢 要把它取消 把它变成一般的形状就好 好那这个Rendering卷展栏呢 我就可以把它折叠起来 矩形这个部分 我可以设定它的长度 以及宽度 wide是它的宽度 此外呢 你可以看到在底下有一个Corner Radius 可以设定圆角半径 你可以设定它的四个转折的地方 不要是直角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好调一下 圆角半径 好圆角半径这个地方呢 按着滑鼠拖曳加大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已经变成圆角的造型了 对不对 好 好这是圆角矩形 那如果说你这边呢 要把它变回直角的话 在这个地方 按滑鼠右键 我们前面讲过 只要在上下键头上按右键 就是把它的数值设定为最小 通常是0或是1 好那 Corner Radius它的最小值是0 也就是变成直角的效果 好这是Rectangle 接着我们看Circle Circle是可以画圆形 这是正圆形 那它可以设定的参数只有一个 就是圆的半径 Radius 圆的半径 好 Ellipse Ellipse呢 是可以画椭圆形 用滑鼠拖曳 就可以画一个椭圆形 好 OK 我们先把刚才的形状先删除 Ctrl加A 选取 然后再按Delete 删除 再来我们看Arc 可以画弧线 先拉出一条直线 放开之后呢 你可以控制它的弧度 以及弯曲的方向 好这是弧线 Arc Doughnut 甜甜圈 但是这个甜甜圈呢 是2D的 你先拉出一个圆形 放开之后呢 再拉第二个圆形 你可以稍微大一点 稍微小一点 这个是Doughnut 甜甜圈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是在透视图看 你可以切换到上视图来看一下 我们用快速键T 上视图 你看它是一个正圆形 两个正圆形 所构成的甜甜圈 再来N杠 N杠呢 是多边形 那我们这边先用滑鼠拖曳 它拉出一个六边形 不过呢 几个边你可以在这个地方修改 好 五边形 四边形 最少是三角形 因为三个边构成一个面嘛 那如果说你这边的Side的数量越多的话 它会越接近圆形 好100的时候就接近圆形 不过如果说你真的要画圆形的话 建议你直接用Sircle来画 好不要用N杠 好 再把它调整回来好了 少一点 十边形 对不对 那它也可以设定圆角半径 好 例如说我们在这边 不过 如果你的边数比较多的时候 你做圆角有时候看不太出来 我们这边把它改成三角形好了 好 三角形 OK 然后我加上圆角半径 Corner Radius 这个地方增加 看到吗 这边原本的尖角就变成圆角的效果了 其实这个就是加上圆角半径的效果 N杠 Stop 是可以画星形 用滑鼠拖曳 先决定第一个半径 然后呢 再决定第二个半径 看你是要往外 还是要往内 然后你的星芒数量 你可以设定减少 或是增加 可以依你的需求来设定 那此外呢 它也可以设定圆角 这里有一个Field Radius 1跟Field Radius 2 你可以看一下 一个是让你去设定 外侧星芒的圆角 一个是让你去设定内侧的圆角 我们在这个地方增加 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做出这样的效果 这个是Star 星形 如果说你要让它再取消的话 只要在这边再按右键设定为0就可以了 这是Star 我们再看Text文字 我还是先把刚才的 先删除掉 我们在这边 选择Text 然后在这个画面上点一下 它就可以建立一个文字 那这个文字呢 你可以调整大小 你可以放大 缩小 然后Curning呢 是可以调整它的字句 文字跟文字之间的间隔距离 我们在这边把它字句加大 减小 好 那Leading呢 Leading是设定它的行句 我们这边如果文字呢 做成两行好了 你可以再改变文字的内容 按Enter键 好 OK 那我们在这个Leading这个地方调一下 那我先把这个位置先移到中间来好了 用滑鼠拖曳 移到中间来 那移到中间来之后 如果你稍后要做修改的话 那么请你切换到Modify面板 然后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修改了 好 Leading是调什么 行句 所以如果我希望行句再加大一点 我可以在这边给它一个比较大的数值 行句加大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希望它的行句能够靠近一点的话 那你在Leading这个地方给它一个负值 例如负值 这样就靠近了 好 那如果说你的数值 过小的话 你的文字呢 是有可能发生重叠的现象 这个在做3D模型的时候 就会造成一些问题 好 所以 这个地方呢 请你仔细地调整 调到你要的大小就好了 那打中文也可以 好 好这个地方是可以打中文的 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接着我们再看 Helix以及Session 这两个比较特别 好那我要切换到透视图来讲解 我按P切换到透视图 然后稍微转一个角度 虽然说我在这个地方呢 已经切换到Perspective透视图了 但是实际上呢 它的这个角度呢 并不是 并不是从斜上方来看 好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按一下Home 好按下ViewCube 这个Home按钮就可以切换到这个角度 好那我先稍微远离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Helix Helix呢 可以做出螺旋线 好我们在这边用滑鼠拖曳 好放开之后先往上拉 这个可以决定螺旋的高度 在点选之后呢 你可以在上下移动 这个是设定什么 下面它会有一个半径 上面会有一个半径 那你现在如果说 你希望上面的半径比较大 你可以往上移动 你希望上面的半径比较小 你可以往下移动 好 OK那我们这边呢 先调到大致的相同的半径就好了 点选之后呢 你可以注意到在这个地方 它就会出现两个 它有两个半径 Radius1跟Radius2 这个到底有什么差别呢 你现在不太容易看得出来 老师先把Turns 这个Turns呢 就是这个螺旋线要转几圈 好我们这边呢 把它的圈数呢 增加一点好不好 我们这边增加到3 让它转个三圈 那你可以注意到这个很像弹簧 对不对 那我刚才在调整的时候 我的上面的半径跟下面的半径 几乎都是设定成33了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都是感觉上好像是一个圆柱的效果 对不对 这样好了我再把它改小一点 2020 好 然后圈数呢多一点5好了 看起来像弹簧 对不对 弹簧呢上面的半径跟下面的半径几乎是一样的吧 可是如果今天呢 你希望上面是变小的 你可以在这边呢做调整 这个地方 radius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把它改成小的 那它就变成像这样的一个螺旋线 了解吗 所以它有两个半径 radius1呢是指下面的半径 那radius2呢是指上面的半径 就看你要做什么样的效果 像如果说今天我今天是不是要做弹簧 我是要做蚊箱 那蚊箱的话怎么办 蚊箱的话 那我下面的半径就加大吗 例如我设定成30 好像另外一种东西 没有了 我现在这个地方呢 把它的高度降成0 这边的high呢我把它变成0 那你看是不是就可以做出一个类似蚊箱的效果 那一般来讲如果说你的high高度有设定的话呢 它是立体的 所以上面这边都是2D的物件 但是helix呢它是一个3D的 但是实际上它还是要经过像是locked 或者是其他的工具来做成物件的实体 因为你可以发现我们像这个文字 跟这个helix呢 其实你没有设定的话 它还是render 没有东西的 好 再来我们看section 切片 这个section呢 其实平常你在做的时候 它也不会有任何的物件产生 你看render 空的 那这个section要怎么做 我们现在呢先把所有的物件呢先删除掉 然后 老师在画面上先做一个teapot 我用茶壶工具 然后我在这个地方呢先把它的sigma稍微增加一些 再加大一点好了 sigma 增加 这样它看起来会比较平滑一些 好 接着呢我在这边呢再选择session 接着呢我在这边做一个平面 这个平面大小都没有关系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刀片哦 好 然后你看这个地方会有一个按钮叫做create shape 建立形状 但是现在不能按 我们现在把这个平面呢 用移动工具往上拉 那你有没有注意到当你在拉的时候 在我们的茶壶上面呢 感觉上好像会建立一个扫描线 对不对 你看 就好像今天呢我对它进行扫描一样 黄色这条线 那甚至呢你在旋转的话 这边呢选择旋转工具 旋转的时候 它也会产生那个黄色线的旋转 好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沿着这个切片 session这个切片 来建立一个形状的话 怎么做呢 来我们再切换到modify 编辑面板 现在这个create shape 建立形状可以用了 我们在这边呢按一下 create shape 好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给它一个名称 因为我们在3DMath呢 建立任何物件的时候 都会预设给它一个名称 这个地方你可以自行输入 按下OK 这样就建立了 我们把这个切割平面先移开好不好 好先把它移开 甚至删掉也没关系 如果说你不要再建立的话 你就删掉 但如果说你这边如果还要再建立的话 没关系你看你可以再拉 好再拉 然后再按一下create shape 这样又会建立另外一个形状 好 好不过应该不会再用到了 我把它删掉吧 Delete删掉 好删除 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个茶壶移开 其实茶壶没有被切割 好茶壶没有被切割 我们这边呢把这个茶壶移开 你看 当初我使用session建立了两个形状 现在就可以看到了 不过你看到这个浅蓝色的 这个是手把 对不对 这个是茶壶的身体 然后这个是壶嘴 那后来因为我把session切割平面呢 拉高 所以你看拉高之后呢 跟它重叠的部分只有手把 跟茶壶的身体 并没有把壶嘴的部分切割下来 所以如果说你要让它沿着某一个物件 去建立一个形状的话 可以使用session工具 好 OK 以上为各位介绍的是shape形状工具的用法